这佛经上有说 哪部经我记不清楚了 师尊在实地上 佛都有司徒 长级观图 舍报庄严图 方便有余图 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 就是六道轮回 方便有余图 就是四圣法界 释迦牟尼佛有十报庄严图 有长级观图 就有弟子向佛请教 你老人家的舍报图 能不能信一些给我们看看 佛就答应了 佛是盘腿做的 把一个腿拿下来 脚趾按到地下了 大家一看 这个世界 山河大地 都是七宝专严 跟佛社极乐世界 没人一样 这是 势在用神力 献他的真正的宝图 他那个座位 金刚宝座 菩提树是重宝所成的 不是草殿的作者 我们反复干不出 佛把腿再盘起来的时候 又恢复原状 那个境界像做梦一样 一下就没有了 这个说明一种什么事情呢 佛社在讲是诸事宝图 在我们六道呢 六道只是化身 硬化身 不是真神 啊 暴徒里面的如来 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啊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啊 这个东西不稀奇 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有啊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各各都有啊 只要你把那个烦恼 习起障碍放下 你就是啊 你就是佛 你住的地方 就是舍宝图啊 阿罗汉 阿罗汉住的地方 就是清净世界 净土啊 啊 六道准央 六道凡复 一人动的染污啊 这个染污就是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吃慢 啊 干的都是杀到阴望 你居住就是 就是现前变现了灰图 通通通是新鲜的 新鲜是病 啊 谁的心呢 自己的心 我们到极乐世界 千万要记住 是自己心变现的净土 跟阿弥陀佛变现的是 一样的净土 这才是事实啊 那我们自己不会变 阿弥陀佛 把榜样放在那里 教我们变 阿弥陀佛 我们的念头 跟他的念头一致 金戒就现前 所以四十八月要输啊 要把四十八月 变成自己的本月 阿弥陀佛 你就很容易 见到极乐世界 因为极乐世界 确确实是 是弥陀四十八月 功德之所成就 那四十八月 就是阿弥陀佛的意念 我们的意念跟他一样 非常容易 相机相辱 是弥陀佛的意念 是弥陀佛的意念 是弥陀佛的意念